下茅放置油桶鬼雷 身为首都数位第一线的淡水河口 在汉光演习第一天做出改变 有别于过去油桶摆成一长条 若单点遭击破 敌军就可能趁虚而入 今年演习革新 海面上的油桶三个三个聚集 以梅花座方式交叉布置 不止敌军穿越困难 得花更多时间 只要靠近还能够爆破火攻 减损敌方战力 汉光演习河道组绝演练 今年更是首度出动了 这个浮动平台 上头的钢四位加载杀伤雷的话 就能够有效的来炸毁敌方的气垫船 别看这平台小小的 对假想敌方气垫船 可是一大魔王 上头的钢四位加载M3杀伤雷 爆裂物能够有效的击伤目标 且防卫河口可是有层层关卡 最北面第一线油桶布设 接着就是浮动平台 最后派出拦截网 搅乱敌军水面下螺旋桨页 使其失去动能 每道阻绝线相隔50公尺 烙敌从宽 御敌从严 因为淡水河口距离总统府所在的 镇津要地 博爱特区只有22公里 敌军用所谓气垫船 或说特工人员 长驱植入我们的淡水河口 那不就可以进入我们的首都区吗 那其实整个我们的国军防范的话 其实它有层层配置 那其实最外层一去年两 最外层那有海军的布雷银 那第二层才是有武山工逼群 即便今年汉光没有红军假想 场面看似冷清 但首都圈防卫基本功不能马虎 和尚多重组绝链 要让敌方没有机会越雷池一步 近期的林华宇采访报道